北港武德宮 在國來地名宮廟在宗教學界 也幫應到重要角色 在登記基盤相關的學術論團以外 9年,京甘正在大學發展宗教研究中心 訂定5年的三學學組結尾 並在本家的在新信用學術論團中 進行第一家的成功發表 當時廟宏也引進最新的AI科技 建立AI聯門建立系統和現代科學 團成富聯文化 叫出非常多那種只有廟方人員 行家才看得出來的地方 北港武德宮是台灣地名宮廟 在宗教研究方便也講現真正 本處韓國立正在大學 發令宗教研究中心 共同基盤了第四個在新信用學術論團 進行三學合作結尾第一年的申告發表 也邀請總教學改裝加學者作為產物 本處論團的重點是武德宮的富聯文化 除了有相關新設論文發表的意外 武德宮也發表結合AI科技的AI聯文建立系統 透過AI來幫助分辨聯文來用 若新規人工作業的麻煩 對資料科的建立也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在學術界 宗教學界 常常有一個困擾 有很多這種信仰的寶貴的經驗 反而都不太記載 所以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建立一個比較本土的宗教學 事實上有相當的困難 但事實上就像武德宮這樣的例子 一年將近有十萬篇 那如果能夠把這個資料透過現代科技 AI 或者是元宇宙 能夠把它整理出來 這裡面就有很多可以做學術研究 從基本的碩士博士論 到嚴肅的學術理論的建立就可以完成 武德宮一年大概有將近五千篇的聯文 那是由民國六十五年開始 有相關紀錄的時候來算起 會有將近二十萬篇的聯文資料 若是會當環境保存 對中國研究來說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廟本在建立資料庫的時候發現 透過人工來翻譯聯文來用 是相當的糟糕 所以引進AI來幫助 效果也是相當的好 武德宮這個服卵的頻率非常的密集 我們三天就一談 那所以一年會產生的這個聯文 我們統計大概有四五千篇 所以如果大概二十年就已經超過十萬篇 而且這聯文的記載 其實都是用潦草的潮寫 飛快的紀錄下來 所以說一般人工如果要去判讀 然後再把它輸入進資料庫 然後再去把它做分類 其實這個緩不及及 仰賴這個AI的技術 讓它去辨識這個 當初這個紀錄者的筆跡 而且它聯文看久 其實它對於上下文 它可以提高這個辨識率 從自意跟自行 同步來去提高它的辨識率 所以節省了我們非常多的一個作業 透過科技的幫助 如果讓傳統統教文化 可以用所違法的方式來保存 當時也改變大家對共有影響 接著聯文表 蔡宏佈多